书法 书法不仅是一种著名的艺术形式,它是能展现一个完整的世界,每一笔每一列都有自己的意义和分量。 同时,书法也是文化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起源于三千多年前,与绘画、音乐和围棋一起被认为是四大传统艺术之一。 书法在中国是一种表达自我感受和思想的方式,每个字和书写的方式都反映了展现作者的个性、心情和精神状态。 这种艺术不仅装饰了让汉子表现得更加传神,而且传达了深刻的哲学思想。 对我来说,书法已经成为一条自我提升的道路,这门艺术需要毅力、耐心和精确性。 每次我拿起毛笔或干笔,我都会集中注意力并控制自己的动作。 书法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。 书法艺术需要我们追求的学习,练习书法是发展学科的好方法。 书法也成了展示自我记忆的舞台。 我两次在音笔书法比赛中获胜,这展现了我的书法记忆和毅力。 为了向你们展示我的技能,我选择了笑里藏刀。 它的意思是外表和气,内心影响很多。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成语,是因为友谊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 我认为友谊是神奈神花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这是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纽带,坚定在信任、支持和理解之上。 真正的朋友在顺境和逆境中都会在一起,享受快乐和喜悦。 然而,并不是所有的友谊都是真诚的。 有些友谊可能是虚假的,虚伪的朋友常常欺骗我们,假装关心我们的幸福,而安地里缺乏有极度和恶意。 因此,我认为你们需要提防那些笑里藏刀的人。